今天我要做一件大事 我現在要把它削一削 趁我老公跟我婆婆都不在家 所以呢 我先偷偷地跑到樓上來 台中的天氣實在是太好了 我今天要曬冬瓜乾 太陽這麼大 曬兩到三天它就可以了 冬瓜乾怎麼曬呢 這個很簡單 就是把它皮削了 放開來底下曬就行了 簡單吧 但是它吃起來就非常好吃 切到適中的合理 然後把它的囊給挖掉 爆製它 就像這樣 就這樣子一直削 這把金門的刀削 壞了 你小心點 然後再把它給 把它的囊給去了 就是在噴 我喜歡吃一些菜乾 就把蔬菜 塞成乾 更肉啊 都超好吃的 好久沒吃過了 這次看到家裡面 鄉下就拿了那麼多冬瓜 所以想說 就整一顆 冬瓜的皮比較硬 所以呢把它給 消了 等到什麼都不用放 直接 希望鄰居不要跑下來 不然就 還得解釋一方 人家會覺得我是神經病 大陸人 腦子有點怪怪的 腦子有點怪怪的 最近我媽她 我媽媽的那個 街道也封了 因為有一個快遞的 從他們工廠經過了 所以那條街 跟附近的街全都封了 好誇張喔 難以想像 我媽說封三天 先去買一點米 備點菜 把地裡的菜拔一拔 夠吃了 然後呢 我們都勸她 東西一定要被植 因為 這只是三天起步而已 如果之後還查到確診的話 那就是三天又三天 三天又三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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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真的 希望他們不要再有確診了 欸好像也沒有多少羊 上次在頂樓賽鹹肉 賽豬肉 這次在頂樓賽冬瓜 我覺得我越來越鹹了 好了 我這個冬瓜也快整完了 欸其實我在台灣也有吃到過很多菜肝欸 比如說 把高麗菜 塞成那個高麗菜肝 把花椰菜也塞成菜肝 我覺得超好吃 好好吃喔 原來花椰菜也可以塞喔 然後蘿蔔也是 把蘿蔔塞成菜肚 把蘿蔔塞成菜肚 都一樣欸 再乾了之後就比較好保存 台灣也看到沒剛才 大家都一樣喔 切好 一定要切圈圈 圈圈比較好曬 圈圈不會掉 不能切太厚 也不能切太薄 太薄 曬乾了之後就沒什麼口感了 太厚的話不能曬乾 所以這個要自己去拿捏一下 鴿子都花來看我了 快止水了 大青島的好安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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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遞給我媽種了 然後我媽就是種的菜 所以就是疫情的時候 她跟我說她要去地裡面 趕快把菜拔一拔 不然怕風太久 到時候菜都老了 在地裡面 真的好勤勞 我應該是遺傳到了我媽 真的勤勞的 真的勤勞的 好啦 用刀比較高 欸 欸 有刀是嗎 欸 真粗 鄰居家的狗狗在家 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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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了 还是很热 一年比一年热 不知道今年冬天什么时候来 这边的嘴巴 冬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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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第一次用欸 偏差 太厉害了 果然学什么做 学什么像什么 我担心放了 鸡蛋 尖水 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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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这是花 那个两个还没有活 这个得救一救了 因为它有点快死了 我要把厨余丢进去 然后里面有加em菌 让它发酵成健康的土篮 家里的土太多了 对 对 对 做筷子 好啦,我完成囉 看一下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囉 喜歡我的影片記得幫我訂閱按讚和分享 掰掰 希望能成功 這個圖我還是第一次用 希望能夠發酵成功 然後大家有懂的可以 分享給我一些經驗 我好學習學習 好啦,謝謝掰掰 掰掰 寶貝們,掰掰 等你們曬乾了之後我再來接你們 掰掰,你們一定要好好的變乾喔 完了完了完了 婆婆找我要刀了 刀忘記拿了 我下去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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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